嗯,首先呢,看一下这个指示灯塔是,模样是不是会变红色的,就是,如果是,就选择,就按设这个按钮,这个摩托键,按住3秒,出现这个SE1罗,以后再按设这个TEIC这个键,按一下,再按一下,出现这个AC, 它原来是AO的,就是常开的嘛,把它改为常臂,常臂的话,这指示灯,它就不会输出了,以后选完之后呢,就按几下透出,再按一下,再按一下,再按一下,现在就透出了,透出了,这指示灯不亮,不亮的话,以后呢,就选择高度,这个,调这个, 这个,光纤的高度,大概是,调到这个值,高度大概是,呃,五六个毫米多了吧,然后对着这个,对着这个白色的,色标就白色边,看一下这个,红色值,它是显示多少,解决是显示1500哦, 然后显示1500的话,你就把这个,再按一下这个上下键,这个上下键,把这个值,这个绿色这个值,呃,改成,比这个红色值要小,大概也是小了,两三百左右吧,以后,比它小了,你就试一下用手, 就是用手这样子,呃,拉动那个模嘛,你用你包装机那个模嘛,你看这个,这个指示灯嘛,这里有个指示灯的,它会不会散啊,它经过,经过黑点的时候,它会,它会变成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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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成变亮了, 然后,那个射标,经过射标的时候,它会散嘛,没,没照到射标,它是灭的,照到射标,它是亮的,这样子来回,这样子演测一下,如果会散的话,就应该是可以的,然后就可以跟着射标看一下,然后这个红色值也有变化的哦,你看,到这个黑点那车,这红色值会变小了,嗯,